尤昊 你没事 院长 我们的带队老师刚回史莱克 尤昊就出事了 这就是你们对待此次交流的态度吗 敢敢这么跟堂主说话 你小子 的确是我疏忽 王上就出事了 你也已被我开除 你们有任何需求 绝愿也会尽力补偿 补偿 我实地要守个三长两短 我们史莱克 二师兄 我没事 多谢院长相求 凡事将心比心 我相信史莱克学院 会对前驱交流的学院尽心尽力 希望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也能做到 应该的 过雨后 宣老师很欣赏你 等你痊愈后 就随他进入明德堂学习吧 我再次代表学院 向你致歉 我一定不辜负您和宣老师的期望 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雨昊 你真的没事 没事 几个小人而已 我见多了 不过 能以苦肉计换得院长松口 放我们史莱克的人进入明德堂学习 也算意外生活吧 原来如此 唐主 让史莱克的学生来明德堂 他们再出什么事 我们只会更被动 不如放到眼前妥善看管 眼下更关键的是 徐天然出手 不只是为了教训三皇子手下的皇室纠察队 更是向我们的示好和示唯 连颖斗罗雪晨都降服了 太子果然铁血手腕 纵他身有残疾 其他皇子也奈何不了他 是时候 考虑下我们该站的位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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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 但是又觉得 告诉你也没有意义了 桀子 你做得很好 与红尘堂主经历联系后 你不必再留在血院 我会安排你替我执掌军队 殿下 我只是个孤儿 才能担此众人 以你的聪明激情 加上熟读兵书 沿袭浑岛气的经历 我对你有信心 至于你所欠缺的身份 与威望 我会对外宣布 你将是我的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我配不上你 早此结纳时 是你替我挡下了来自手足的致命一击 我自此不再消想至亲之爱 也从不对男女之情抱有幻想 但我需要一个盟友 许子 我要你做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 让你亲手结束大陆上所有的战争 而你要做的 就是辅佐我坐稳王位 统一大陆 上世月之光 普照每个角落 再见 月昂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 那天后橘子学姐就退学了 想来她也在为了理想而奋斗吧 而我则随轩老师进入了明德堂 一个更为广阔的温道气世界 我则随轩老师 欢迎 听说全大陆总共只有四名九级昏导师 雨昊的老师只差一点点 厉害啊 这就是明德堂 简直像一座巨型昏导器 明德堂的结构 确实像昏导器一样复杂周密 每个环节都有人层层把扣 确保它连续运转 让奇妙的昏导器不断诞生 让既登到这些地方 提出三座子 简直像一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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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行动 只需成功 不需失败 上 本体无悔 他们是本体宗的人 本体宗跟明德堂作为大陆两大势力竟然有这么大的众 我虽然不是日电帝国的人 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大肆图吗 小心雨昊 少鹏有恐怖的气息 多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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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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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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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慈子 你敢信我明德堂皇 我就讓你由來來回 跑 哼 老夫倒要領教一半 反明德堂主 文明之音下 滾倒無敵 哈哈 過數次 是嗎 他在試吃這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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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不死竟然不惜耗费本人之力化身虚无 也没有开启赶的聚武关 可他的身份早已暴露 却不愿成阵 为什么 毒不死不说出身份 那就是神秘人头是明德堂 事情可大可小 说出来了 那明德堂和本体中两大缺点势力就难免一战 到时候的毁尸 可不是双方能够承受的两条 明德堂弟子听令 守护自身 启动螺旋魂倒鲨鱼 八级魂倒戟 螺旋魂倒鲨鱼 居民队不留 居民队不留 我还是先撤了 可以借用本体风炸出的泳道 看来 本体风是从外面挖通了这些泳道 然后从地底深处炸开明德堂的地下基地 但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大小不一的泳道呢 难道 他们在寻找什么 我明白了 毒不死只是在正面阳宫 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泳道 寻找着本体从真正想要的东西 找到了 明德堂地下基地之下 竟然还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 好大一个金属人 他内部竟然有上千个精密的核心法阵 而且这些核心法阵的精密程度 我闻算未完 日月帝国竟然还藏着这么先进的昏导技术 恐怕就算我进入明德堂学习 明德堂也不会让我接触到这么先进的技术 地图上标记出了星罗城和天斗城 难道 这两座船船是金属人的目标 金属人是为了战争而研究出来的武器 这将的闹道秘密的完成 必将给承作大陆带来浩劫 必须吃着它 暗击空爪 我破坏不了这件昏导技 怎么办 星光蓝宝石 星光蓝宝石 蕴含神秘的空间力量 是制作储物类浑倒器的最佳材料 太好了 这件兵器 千万不能留在野心勃勃的轻热者手中 我当我立下子被抽空了三分之一 还在流失 赶紧撤 想不到明德堂地下隐藏着多间秘密实验室 不好 有人来了 封神台 本体总偷袭明德堂 果然是冲着他来的 谁 闭嘴 宗主 割手了 宗主妙算 明德堂防御力量被吸引 属下这一路畅通无阻 我的模拟还没暴露 得赶紧脱身 很好 不好 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封神台内的魂兽配胎兽活物 二十四桥明月也是不能收纳的 你不是宗主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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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的人呢 去死了 你吧 你吧 这个生命 兵弟 你认识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他 我们快追上去 他失去了肉身 原本请客天就会消散 进魂尘和毒不死居然联手在对抗 这不极寒气息 冰弟 他难道就是 吉北三大天王之首 十大凶兽排名第三 冰天玄女 他的情况很不妙 他原本是处于魂兽化型的灵界状态 灯神台被破坏后 又试图重回回兽形态 但他已经没了肉身 灵魂只会迅速衰弱 血命愚未有救命之恩 你必须救他 堂开 你们会用猎杀我的 四处 이에요 好 不许自爆 我许自爆 我的十万年魂兽胚胎就这么毁了 追 雪女 雪女 你怎么样 冰儿 真的是你 你刚才自爆魂力 还能恢复吗 不可能了 我若体一魂 灵魂极不稳定 碎时可能崩溃 天梦 你当初将我变成五魂 揉入雨昊体内 是不是也能 你们在一个人类的体内 对啊 这就是我想到的魂兽应节之法 丧神计划 如果早点知道 我也不会冒险划行 也至于被人类找到可乘之急 我的灵魂坚持不住了 我必须走了 我必须走了 否则我灵魂崩溃的时候 七十万年轩微的被原支力爆炸 会将你们全部摧毁的 你不必走 你是神的玉璃分神 我是一个不愿意成为神的人类而已 小姑娘 我感到你的灵石极为纯粹 你应该是天地灵气孕育的冰天雪女 你这样的存在 不应该如此下场 前辈有办法救我 若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 尚有八成的把握 但现在 我只是一缕神石 成功的几率不足三成 你愿意尝试吗 雪女 留下来吧 对 留下来吧 雪女你好 我叫霍雨昊 是这片精神之海的主人 我真心希望你能留下 就像天文阁冰地一样 你留下来 我只会将你当做朋友 伙伴和亲人 嗯 好 嗯 啊 嗯 嗯 哼 成功了 小姑娘 我已将你的本源之力重新缝衣 你的本源之力过于强大 需要很长时间来稳固缝衣 期间切不可再受刺激 多谢前辈 易老 谢谢你 院长物霍宇浩专门开始交流切磋比赛 十七连胜 他比斗魂大赛事强了很多 如果是他 或许可以逼复霍宇浩的全部势力 明德堂预袭时 学院必有内鬼 等我们回到史莱克 一定能给大家一个大惊喜 切磋而已 你就这么想杀了我吗 我要绝不能说的理由